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形与莲藕相似 但却非藕 而是长在地下的囚禁形状的块根 学名叫鼻奇或马蹄 鼻奇属于水生植物 生长环境特殊 生长时间也较长 加上在土里种植过程中受到污染及土壤板结严重 通气不良等情况影响 使其生长环境非常潮湿且缺氧 鼻奇属于浅埋根净类蔬菜 表面上看上去很干净很光滑 但是鼻奇肉中含有一种寄生虫 姜片虫 这类寄生虫喜欢在温暖潮湿的地方寄生繁殖 所以鼻奇肉中通常含有较多的姜片虫 虽然鼻奇在生长过程中会受到各种污染 土壤板结严重及缺氧等情况影响也会有少量姜片虫活动 如果鼻奇未煮熟的话 姜片虫就会进入人体并大量繁殖 引起肠道溃疡和腹痛腹泻等症状 如果生吃不熟的话 则可能导致姜片虫在人体内的寄生繁殖 并最终产生毒素 导致肠穿孔 肠梗阻 严重感染 过敏等症状 或者并发症 2.水芹菜 水芹菜是一种生长在水边的蔬菜 它的茎很短 叶很大 呈淡绿色 水芹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可以起到健胃 促进血液循环 促进新陈代谢 延缓衰老 以及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但是 生吃这种水芹菜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因为水芹菜中含有一种叫姜片虫的寄生虫 这种寄生虫是一种节肢动物 寄生在人的肠道内 它在人小肠内吸取养分和水分以维持生命活动 在大肠内繁殖发育 为成虫 并分泌毒素损害人的消化道粘膜 导致消化道溃疡或者出血等多种危害 生吃水芹菜不但会引起寄生虫病 还会影响人体对钙的吸收和消化蛋白质 由于虫卵长期在人体肠道内不能排出 便形成了虫卵囊及幼虫等三种幼虫的生物量 当被人体吸收后 会引起胃黏膜发炎 造成腹痛 恶心 呕吐等症状 同时可造成营养不良 贫血及生长发育不良等症状 虫卵经过肠道时 还可产生毒素 引起中毒反应 3.胶白 胶白是一种水生植物 在江南地区非常常见 也是餐桌上一道美味的食物 然而 胶白不能生吃 生胶白里含有一种名为毛幼的寄生虫 这种寄生虫会寄生在人的胃肠道里 通过肠道的蠕动进入到人体内 而人体是没有免疫系统对它进行免疫处理的 所以这种寄生虫很容易在人身上存活下来 一旦人体使用了生的胶白后 它就会进入到小肠中 随着血液而被人体吸收 如果被吸收过多 则会导致人腹泻 呕吐等症状 而这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毛幼引起的腹泻 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 毛幼还会破坏肠道组织和黏膜结构 一旦毛幼进入到小肠后 很难排出体外 当这个寄生虫进入十二只肠后 就会进入到大肠中 在大肠中还会继续长大 然后游走入肠道 并引起人体过敏反应 严重时会危及生命 而且随着毛幼在肠道内不断游走 繁殖 生长 长大 吞噬肠壁细胞后 它还会吸收大量营养物质和水分 从而造成肠壁水肿和冲血等症状 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 这些寄生虫很容易在人体内引发急性肠炎 甚至是其他方面的疾病 4. 灵角 灵角是一种很好吃的食物 尤其是生吃 味道鲜美 但是生吃灵角会有很多寄生虫 比如米式追虫 悬体等 所以不建议生吃灵角 灵角生长在水里 其生长环境比较复杂 而且还会与很多的动物发生接触 因此容易被一些昆虫和动物所污染 因此 在生吃的时候 需要注意 生灵角会在水中产生一种叫米式追虫的寄生虫 会寄生在人的小肠中 当人体感染了这种蠕虫后 就容易引发腹痛 腹泻等症状 一旦感染米式追虫后 它不仅可能导致人体消化不良 消瘦等症状 还可能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 5. 莲藕 莲藕是一种很受欢迎的蔬菜 其营养价值也很高 而且我们在吃藕的时候 一般都是将藕切成片或者是切断 然而 这样容易导致寄生虫 进入到体内并引起危害 莲藕中含有很多寄生虫 比如姜片虫 它会在我们体内进行发育 并在我们身体中产卵 形成囊幼 在经过我们的长臂细胞吞噬后 就会变成成虫 最后这些成虫就会在体内进行繁殖生长 长大以后成为虫体 它一旦进入人体后 就会对人体的消化系统 呼吸系统 血液系统等造成损害 6. 莴藕 莴藕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蔬菜 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 莴藕是蔬菜中含铁量较高的品种 能促进人体骨骼的发育 还有丰富的矿物质 具有抗菌消炎 通便止蟹等功效 但是莴藕中却含有一种寄生虫 慢适异弓敌虫 慢适异弓敌虫 俗称牛腥虫 是一种寄生在人体肠道中的寄生虫 一般寄生于人体小肠 少数寄生在胃肠道内 慢适异弓敌虫 主要危害儿童 尤其是孕妇及哺乳妻妇女 和15岁以下的青少年 因此我们在吃窝损食 一定要注意不要生吃 最好是煮熟后再食用 7. 莺菜 莺菜是一种野菜 也是餐桌上一道美味的佳肴 其菜可做菜食 也可做药用 有清热止血 利尿消肿之功效 此外 其菜还有一定的营养价值 但是 其菜里含有一种寄生虫 干线虫 这种寄生虫 一般寄生在人的肠道内 如果我们生吃 或大量吃这些蔬菜时 没有煮熟 那么干线虫 就会进入人体 并使人患病 8. 花菜 花菜也是一种很受欢迎的蔬菜 不仅味道鲜美 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 花菜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和维生素K 有助于人体细胞的生长 此外 还能增强免疫力 但是这种蔬菜里面 有寄生虫 如果我们生吃花椰菜 不仅会有寄生虫 还会让人生病 所以我们在吃花菜的时候 一定要充分清洗干净 这些食物 都是生活中常见的食物 平时我们很难避免它们出现 如果经常吃 或者大量食用时 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为了我们的健康安全考虑 尽量别生吃 或者吃过多的食物 或烹饪方法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